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到疫情影響 停辦將近一個多月的O人食豬油 今天起重新啟動 首日已由六團超過二百人出發 恢復出團第一日的行程 包括遊覽老坦城 欣賞音樂噴傳表演 登上旅遊塔 乘坐觀光船享用自助晚餐 和貪悲澳門歷史及大賽車秘密的路線 恢復出團之後 開心的除了本地團友 導遊們一樣充滿期待 都很開心的 很興奮的 昨晚真的有少少幫不上 因為真的幾激動一下 因為疫情開始 我們導遊真的失業了很久 之前有三出發 但是澳門一有疫情 這些就有暫停的 其實我們的衣服會一直斜著這些 很暴動 所以今次政府決定幫我們開放 我們真的很開心又很感恩 其實是好的是正面的 因為起碼現在一開放 希望續住有 起碼可以幫到我們業界 心情又興奮又緊張 希望這次就不會像上次一樣 突然間又煞停了 疫情關係 旅遊業界面對巨大的壓力 有見及此 政府亦都推出心出發 食住油等本地團 希望可以跟業界共渡時間 不少導遊都認為有一定的幫助 導遊有點幫助 但說真的澳門導遊真的很多 這部分有這樣繼續做 你會覺得有看到一個希望在那裡 我覺得是這樣 可以繼續留在這個業界 是呀 做導遊是我自己很有興趣的東西 了解澳門的歷史 那些地方 我就覺得自己很開心 很想希望把澳門那些好的東西 宣傳出去 其實沒有又是假的 不過你說幫助很大 又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杯水車身 不是說真的那麼大效用 但是畢竟也是好過沒有的 我做這行已經是三十多年了 其實就希望政府可以著密一點 幫助我們旅遊業 因為畢竟澳門旅遊業是這個經濟之處 如果我們這邊一不太好環境的話 其他都可能會有骨骰效應 希望可以如果幫助旅遊業界 大家都好 其實我對這行都樂觀的 畢竟做了那麼久都有感情 希望有一個好的洗頭 過多兩三年我們會好回來 這是我們的期盼 有些好事 很多澳門人平時才在澳門生活 但是他們去旅行 可能是去外地 去外國 澳門反而很多地方人不熟悉 所以對於現在澳門人來說 是一個認識澳門的機會 最終是希望 快點游回外面的遊客來澳門 才是真正幫到我們 旅遊業作為澳門的經濟之處之一 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 推出各種本地遊 除了盡力幫助業界 亦都可以令大家加深對澳門的了解 增加歸屬感 所有食住遊旅行團 都會嚴格執行衛生局的防疫要求 有興趣的居民快點報名 一起體驗不一樣的澳門 och 渡邊的平衡 都會抓到 耳朵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